世界上没有永远不会丢借的花 亦未必有永远不会枯毁的爱情 但是我很幸运在人生里面 我可以拥有永恒不变的友谊 听见冬天的离开 我在梦念梦月醒过来 我想我等我期待 未来却不能影子安排 在1990年当时我只是出道了几年 五马导演找了我拍舞台姐妹 就是因为这部电影 我认识了卫英雄、陈玉莲、梅爱芳和黄玉环 当时我们大家都是初出茅庐 无牵无挂 人生匆匆 我们这几个姐妹 就认识了25年了 这么多年来我们都是最好的朋友 因为在最伤心的时候 我们都会在对方的身边不离不弃 也很人海 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陳玉莲年会曾经和周潤发相戀 之后才经历过一段婚姻 但最终离婚收场 以往六环阿加士 当年只有十九岁 就和带她十四年的五马相恋 拍了拖十五年 结果他们都是要分手 我们也曾在爱情里受伤害 我看着路蒙的路口有点窄 我遇见你是最美的意外 我和年妹阿加士大半生的姐妹情 见证着我们在感情路上 并不如烟的往事 我为了今天做这个节目 做你的访问 这个节目搜索了很久 很难拿得到 我们当年拍了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叫做《舞台姐妹》 知道的 我记得当时拍这部电影的时候 拍到回到家 直接睡了上床 然后下不了床 一下床 说得难听一点 是要拉回到床 因为当时成家班 很认真教我来打 是 几乎不准用替身 是 这些都不辛苦 最辛苦就是我们的钓尾 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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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钓尾之后 但我觉得钓尾之后很漂亮 因为整个人好像年轻了很多年 拿起来就云变 我们这些化妆 我们还没做过来大气妆 我记得我和小鸿 小鸿就说 大家认识一下 这一点是我的 今天 那些红色的唇膏 因为红色的唇膏 才适合化这些 这些妆 那我们一枝唇膏就塗完 我们每天就固定那个位置 我们当时真的不要说 爭位、鬆爭 那些 突然好像那些人 我们由姐妹情 说到初恋情人 当年17岁的陈玉年 入读电视台的 艺园训练班 18岁就和周云发合作电视剧 拍出《爱火花》 年妹和发哥相恋了五年 自小就已经这么乖 还是你回到家 可能就骗鬼人 不是 其实乖的意思就是蠢 那你蠢蠢的 你也不会怎么狡猾 是不是 说实话蠢蠢的 所以就有过往那么多 不是那么多 sorry 只是过往 过往的 good lover 不是 人呢 其实我觉得是 因为我是比较蠢的 你蠢蠢的 那你的人就不会变得 那么複雜 和那么狡猾 你的初恋情人 是不是很多人都知道那个位 知道就可以了 知道就可以了 心智就可以了 轰动就可以了 不是 我什么都要轰动 其实 每个人都要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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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轰动就可以了 那些人知道的东西更清楚 我好像在我床下底 那时候 那时候我们发现的时候 都没什么怎么说 初恋的时候 每个人都很sweet sweet 是的 你会不会有些身份 为什么我要选择这行 做艺术呢 我不做艺术 我就可以正正常常拍拖 不用那么地下情 那么私缩 不会 我又很老实 那时候你们挺轰动 当然 做什么都要轰动 永远都不会把自己 如果我不进入这个圈 以前我读书 学历又不好 那我可以找什么工作 尤其是我们那个年代 入娱乐圈是最好的 你是否自己都喜欢演戏 自小喜欢演戏 不是 绝对不是 是因为很偶然的机会 入了学 入了训练班 那既然入了训练班 可能因为我这个型 当时又很受乐 那时候真的是甘童玉女 你很轰动 其实很老实说 我以前拍拖 根本从来都没有拍过拖 是吧 所以根本不说 要不需要偷偷地拍拖 要不需要 是不是普通人 根本是没有拍过拖 为什么呢 静悄悄拍拖 都没有 因为当时 我这个周先生男朋友 是非常之忙的 是 所以根本是完全没有时间 是根本可以跟他说 是偷偷地拍拖 因为他很少陪你 非常之少 所以根本呢 为什么那么多人 又会去看 看看 究竟能否捉到我们两个 拍拖的东西 根本是没有机会的 不是特意想躲起来 是根本没有 完全没有这样的机会 怪不得分手 没有人知道 拍拖的时候 那些记者很喜欢问 其实拍拖的时候 有很大的压力呢 不是说有什么压力 是因为那时候 我刚才也说了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 其实笨 也没有什么学会 所以当有人去问我 的时候呢 我不懂得回答 不懂回答 就变成了 那个是变成自己的压力 而且你不懂回答 你就会常常闭闭闭 因为不懂笑 不懂笑闭闭闭 你看到很漂亮的小龙女 你知道吗 真的很迷人 所以人家就觉得我酷 对 真的包容了 你全部都包容了 我真的谢谢你 真的 现在的记者朋友 现在回见面的那些 其实他们自己有些 说一些真心话给我听 其实当时想打我 那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烦 问得多 不如分手算了 没想过 也没想过 其实刚才我们也说了 其实我们是一些很专一的人 是 所以 所以不会那么容易 说小小的东西 你就觉得要分手 是 其实和那些压力 为什么要分手 这些分手有其他原因 你放心得到 有其他原因 跟传媒是没关系的 是 我以前 我试过去九龙城买菜的时候 做个法歌 去跟他打招呼 跟何风 你这么爱 没有想过 我没有见过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 万一 有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如果我在街上 不用心理准备 因为我现在已经 有点成熟了 所以不用心理准备 看到他就 到时看当时的环境而定 是 我觉得如果他想打招呼 有什么朋友呢 其实有一段时间 有些朋友问过我 那时我就说 看到他 他想避免我 我走过去跟他打招呼 就说 Hello 我还跟朋友说 但是我又觉得 看看当时的环境是怎么样 你不要说是否周先生 就算是刘先生 我也没有遇见过 是吗 是 即是刘先生 你遇见过 对 你遇见过刘先生 你遇见过刘先生 我连刘先生也没有遇见过 可能是大家的圈子 也不是很强 而且你又不是经常在香港 我不是在香港 而且我很少出现娱乐圈的活动 联会和法国的戀情 真的很轟动 而黄玉环 阿加士和五马的相戀 亦被认为是才子佳人 当年阿加士在台湾读完书 就跟五马来到香港 演出了很多恐怖片 和功夫片 你是韩国华翘 对 华翘 你当时19岁 在台湾读书 还是跟了五马来到香港 其实我在台湾读书 就认识了五马来到香港 但当时我也很聪明 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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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她很幽默 很幽默 她是否你的初戀情人 是的 真的 是的 20岁 十年 你听过她 十年 是的 真的很信 我记得当时 你现在很信 那时 跟五马来到香港 我记得当时 阿嘉仕说她又喜欢做明星 拍戏 但又没有什么机会了 是的 那就有机会被叫你去扮鬼 是的 是的 姜思家族 其实黄小凤红了 那时 可能她有很多电影 是不知这部电影 那老公的导演 问我 你可不可以做姜思 我说不可以 是的 因为演员的心态 因为我读电影 我说好啊 我试试 那就试试了第一次 最后就变成 整天都是姜思 鬼 是姜思飞来飞 除了吃饭 在西藏间之外 全部是 都是飞 都是威亚的 是的 我第一次见阿嘉仕的时候 见阿王玉环的时候 她就是 哇 吃宵夜 我记得 两三点 见到一个女人 捧着一大煲 小煲 还有一个工人 捧着一煲 去现场盼班 烧夜 我问我 这个女人是谁 她两三点 应该在睡觉 还在 银城煲 或者鸡汤 我记得 那时在拍电影 那时你的另一半 又赚了很多钱 那时又导演又母子 又编剧 很多钱 那时伍马先生 身边有这么多人 是的 她也有很大的支出 对 伍马先生 伍马先生 也很疼她 所有工资都给了她 对 给了她管 可以买五千元的衣服 有享受 她不是买给自己 是买给伍马先生 那件衣服 她全身都是牌子 对 跟伍马 当时我们知道 你分手的时候 都很疼你 心痛 我们作为朋友 都很痛 也都知道你很伤心 陈又年 和周远华分手之后 曾经和陈超母结婚 决心离开娱乐圈 可惜事已完为 我当时有个心态 我真的想脱离娱乐圈 所以我才结婚 我们永远的小龙女 她的阳哥 究竟何时才会出现 不要觉得我现在这个阶段 我就整个圈人 不要拍拖 不要结婚 不要生小孩 不是你没有小孩 是不应该有小孩 故事并不如天眼消失 不是并不如天眼消失 是不应该有小孩 是不应该有小孩 年妹在24岁的时候 和在美国岛城 担任高层的陈超母结婚 移民美国 这段婚姻 只是维持了8年 最后还是要离婚 当时你和前夫在一起 有一段时间 你为什么又会飞去美国 是否觉得不在她身边 可能也不应该陪她 去挽救自己的感情 我不是可以做編剧 是,直接可以 我想是她挽救我 不是我挽救 但你又飞过她 你又让她挽救 我当时在弄移民 是吧 你移民一定要回美国 你不回美国 那你没有存旧的日子 你不嫌疑 而且你始终结婚 你当时的先生是那边的人 那你也要回去 而且我当时有个心态 我真的想脱离娱乐圈 所以我才结婚 但你又占了舞台姐妹 拍摄 隔不中又拍摄 隔不中 其实我当时的心态 已经是想快点离开娱乐圈 所以那时就经常回美国 怎会这样想 因为你觉得很烦 那些娱乐圈 很多事事非非 自己做不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可能自己不太适合 阿廉很单纯 她真的很投入 你也很单纯 我不是 我们几个都是 我都很单纯 心口是一个勇字 冲一下冲完 冲完错了再算 是 我记得我认识你 你已经跟前妻结婚了 是 当时也没有想过三小朋友 当时黄玉环和五亚相戀 一起生活了15年 可惜最后分手收场 跟五亚相戀 当时我们知道你分手的时候 其实也很疼心疼 我们作为朋友也很疼 也知道你很伤心 当时发生的时候 男的又不面对 因为我们一起经历 其实我很清楚 又不面对你 又没有方向 当时又没有爱情 又没有钱 你不介意 钱就是要大家和姊妹 不是 一点都没有 也没有什么 有层楼 有层楼 好像我的生活质素 我都要很努力 是 入世之大 我就很想选择明星 真的 我小时候也是 很想做明星 就试试 做明星 做过了 原来是两回事 我的想法不同 原来红了才是什么 不红得没用 这种感情里 你觉得 其实有什么可以 啟发你自己 最大的啟发 我今天做好事 全部是其啟发做 是 我觉得要獨立 是 因为那时候 鬼夜不流行 那时候 没有人来找我 我天天在等 没有办法 我就觉得应该要转行 坦白 我也觉得很幸运 我转行转得正好 小时候不懂 坦白说 我觉得 但我还好 我的身体比较好 我比较乐观 所以我重新来过 在感情路上沉沉蜜蜜 很幸运 阿加士 已经找到另一半 她和丈夫结婚十一年 到现在 仍然很恩爱 为什么你不选择这么多行业 你不选择做保险 除了拍戏 那时候经常在家煮饭 你问我 认识两行 拍过戏 认识煮饭 你问我 什么都不懂 刚好认识了一位保险人 他觉得 聊天当中我问他 你觉得我选择哪一行 我很想转学 不知道做什么 她过了三天才叫我 不如你做保险 才进入了这一行 其实你是第一个 知道我的分享有问题 是的 她即时叫我 Liva 你做保险 女人一定有事业 你十多要吃饭 如何如何要生活 真的很感谢你 她做保险 大概做了十年 好像就认识到 你现在的老公 是的 现在的先生是Brian 以我所知Brian 是一个基金经理 那时他有很多朋友 不断地介绍男朋友 给他 介绍男朋友 给他 他沉沉默在找对着 王佑环 始终说到底 他是很想结婚的女孩子 是的 也是一个缘分色奇 上天对你也很公平 让你去创业 有了自己的世界 事业 然后找伴侶给你 是的 我也觉得挺好 很开心 现在老公很適合我 她还是一个很好的延安座 她是一个这么忙的 保险界的女强人 她可以一到六点后 陪老公拖手仔回家吃饭 陪一帮人喝酒 那时候记得吗 那时候 那时候拍拖的时候 现在也是 我听到你说 那时候你吃饭也要 我们一定要去散步 你那么懂得拿捏 或者处理你这段婚姻 是否因为过往自己的经验 都觉得上一段感情 其实自己都有责任 我觉得是的 一定是 因为上一段感情的东西 我觉得人 可能现在会做得更加好 因为以前不同 所以我觉得 男人之间可能 不要说对错 可能是她多些 我对多些 她少一些 一定我都是有责任的 不理他 可能是那时候 我不是很全心情意做事 可能你也很希望她回来 不停找她 人是这样的 现在你独立 要持信心 但其实男女之间 我也要互相的信心 互相信任 我觉得不管工作也好 或者家庭也好 一定要平衡 以前 联会把大部分的爱 放在另一半身上 经历过失戀和离婚之后 联会把时间和爱心 投入慈善工作上 经常去内地山区 帮助贫困的儿童 现在联会无欲无求 做自己喜欢的事 喜欢的事 去帮小孩 帮小孩 哪些有需要的人去帮 我觉得我现在的阶段 我经常劝人 不要拍拖 不要结婚 不要生小孩 不是你没有小孩 是不应该有小孩 所以我现在才可以做到 很多可以去到山高 帮一些真的有需要的人 如果我 现在站在我的立场 譬如你们已经有家人 例如你有工作 有小孩 你想想如果你们有 根本不可能 像我这样 我一去去混纜 我去到百个月 没有一个老公 是可以支持到你 他是这样做的 除非在一起做 除非在一起做 是的 连你那些小龙女的师妹 劉逆菲 和陈燕熙 都各自找到她自己的阳光 是 如果 如果给你 有一个 可以喝你 你喜欢怎么样 就怎么样 你喜欢去哪里去哪里 你开心就可以了 那你不会再去 继续这个盟药 没有免费的午餐 包括任何事是事实 但是有 你当有 我不当有 因为我们不会做一些假设性的事 我是一个比较正经的人 我只是觉得 会有一个伴侣 我想你开心 现在很开心 是吗 我自己觉得 总之在什么方式 最重要是你开心 是 我祝福我们三姐妹 继续一个开心 和有爱的人生 希望我们的友谊一直到老 在梦里 流水船尺 任世间 都无法停止 复活乱世你的故事 都半是你我现实 往事并不如情言消失 牵着你手不分意 牵着你手不分意 好